日本的自动售卖机里其实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瓶装饮料都会放在最上层 因为如果放在下层的话 最上层的按钮会变高 各地的人就够不到了 饮料掉落时背口都会朝左 这样可以确保右撇子的人拿起饮料时背口都会朝上 以前住的地方没有自动贩卖机 我自己签约安装了一台 每瓶饮料收入4毛5 虽然红灯显示的是卖完 其实里面还剩了一瓶 为下一个人喝的时候可以喝到最好的温度 很多自动贩卖机都有这种再来一瓶的游戏 我们来测试一下中养几率 四个数字一样就可以再来一瓶 又没中 实验结果是买23瓶可以中一瓶 幸亏我拿了一个结实能装的包出来 大家不觉得日本的自动贩卖机特别神奇吗 关注酱油带你深度了解日本